第一时间今日关注 破解看病难 小病赛基层大病到医院 分级诊疗制度加快推进 全国所有三级公立医院建设一连体 总决赛重演CBA常规赛第42轮 辽宁男兰主场98比93险胜浙江广沙 豪群五连胜 打出一片天 醉酒男子商店里闹事 女售货员一拳将其打倒 诚信贵如天 快递小哥刮掉轿车后失镜 留下纸条感动女车主 贪吃不值得 吃货眼馋对虾 喂饱口服偷走一盘 不想赔进了自由 吃相看人品 年轻男女吃霸王餐 出门后上演白米冲刺陶单 总共消费才126块钱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梁金卫市正在为您直播的早今新闻节目第一时间 我是子涵 各位周末愉快 我是方亮 今天是2019年的3月3号星期日农历正月27 今天就是89的最后一天了 天气显化怎么样呢 还会延续前几天那样的温暖吗 让我们连线正在室外等候的天气主播刘欣 刘欣早上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情况 好的 子涵方亮早上好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的天气是这样的 早晨出门的时候就看了一下今天的日出时间 应该是在6点19分左右 所以说现在外面的天气还没有看到阳光 那么今天的天气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节奏 因为全省各地基本上都会以多云或者是阴天的天气为主 等到了明天的天气节奏呢 跟今天差不多也都是像复制粘贴了一样 咱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温度的情况 全省各地啊 可以说是继续在保持着这个升温的节奏 各个城市白天的最高温度都集体向15度靠近了 可以说这个升温的势头呢是非常的猛 咱们来具体关注一下 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 是出现在朝阳将会达到17度 朝阳也是连续两天啊 白天最高温度八得头筹 那其他城市白天的最高温度呢 基本上在10度到15度左右的样子 那入夜之后呢 其实这个升温的节奏还是在继续 因为各个城市的最低温度 基本上都向冰点靠近了 今天入夜之后的最低温度呢 是零下4度出现在腐顺 还有就是复兴 咱们重点关注一下风力的情况 那今天除了复兴会刮起 3到4级的北风之外 白天的时候各个城市的主导风向 基本上都会是3到4级的南风 或者是西南风 等到了明天像这样 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呢 还会继续 温度方面的变化不大 咱们拿沈阳为例 比如说沈阳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 将会达到14度 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 将会达到13度 这个体感温度呢 温差并不是很大 但是风力的情况呢 明天会来一个转变 全省基本上就都会是以南风 或者是西南风为主了 而且这个风力呢 是保持在3到4级 等到了后天 我省就会出现一些小范围的 并且是这个小强度的降雨天气 像安山包括福顺 本溪啊 丹东 锦州都会出现小雨 或者是震雨的天气 那其他城市呢 还会保持多云的天气 温度方面呢 也会稍微有一个小幅度的降温 还是以沈阳为例 沈阳明天的最高温度13度 到了后天 最高温度就会达到11度了 而且风力方面 还是会维持在3到4级的西南风左右 呃 现在沈阳户外的实时温度呢 是零下2度 体感温度并不是很冷 相对湿度呢 是85% PM2.5指数呢 是234微克每立方米 好的 这一时段的天气 咱们先了解到这儿 好的 谢谢刘欣 我们来看新闻 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 将于今天下午3点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将做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直通北京 全国两会融媒体报道中心 昨天正式启用 今年我台的全国两会报道 将通过辽宁新闻等一批 重点新闻栏目 和北斗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以全媒体视野多角度 报道全国两会盛况 生动记录辽宁全国人大代表 再聊全国政协委员的屡职风采 展示辽宁全面振兴发展的喜人成就 全国两会期间 辽宁广播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 将以电视新闻主栏目 辽宁新闻和北斗新闻客户端为主 统筹调度第一时间 说听下等卫视重点新闻栏目 以及北方新闻综合频道 共同推出直通北京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在做好程序性报道的基础上 还将推出一批全国视野 辽宁特色的新闻节目 和融媒体新闻产品 实现同一主题 在不同传播平台上的同频共振 这次两会报道呢 我们将为观众和用户呢 提供一个记录代表委员 屡职建言献策的全媒体平台 展示辽宁开放自信 充满活力形象的全新闻矩阵 那同时呢 也是我们融媒体新闻团队的 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辽宁新闻栏目将在北京开设直播间 推出两会新观察 两会写真 两会新视线等自主策划 从形式上来说呢 大家会看到我们今年直通北京的演播室 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块大屏呢 可以让我们更好 更直观地展示我们的报道内容 那我们还新增加了一块 展示新媒体产品的数屏 那么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融媒体平台 北斗新闻的节目产品 辽宁新闻的所有内容 也将通过北斗新闻进行传播 报道网上搜 两会看北斗 今年全国两会报道中 辽宁广播电视台 70人的前方报道团队 将进一步优化采编流程 全员面向融媒体 全程优先移动端 以北斗新闻客户端为首发平台 打出融媒体传播组合拳 多款创新融媒体产品 为您第一时间送上 两会报道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应该说这两年呢 全国两会已经成为了融媒体 展现自身实力和创意的一个舞台 今年北斗新闻在所有产品的策划上 我们特别注重移动端的这种阅读习惯 还有用户的一个体验 比如说我们有H5 有短视频 有图解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策划这些产品的时候 除了能够在移动端进行一个全网的推送 同时呢我们还能够满足在辽宁卫视 比如说辽宁新闻第一时间说天下 这些电视栏目中的一个播出的呈现 我现在不仅仅是一名电视新闻记者 我更是一名融媒体新闻记者 我们不仅仅要利用好电视大屏 这样一个传播方式 更要利用好北斗新闻客户端 这样一个平台 把我们的报道做真做实 做得更加生动 让大家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 代表委员们的屡职风采 今年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联通再度联手 首次实现辽宁全国两会报道5G回传 这是我省新闻媒体 首次将新一代5G传输技术 应用在全国两会报道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 今年的全国两会也被赋予更多的期待 推荐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更是新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媒体人的宏大课题 未来十几天的两会时间里 我们将以更新的融媒体传播理念 更丰富的内容样态 更多样的传输手段 第一时间精准推送 讲述代表委员的新愿景 描绘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蓝图 助力辽宁开启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新政城 本台记者北京报道 记者3月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 2018年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加快推进 全国县域内就诊率达到85%左右 基层手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正在形成 2018年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医疗机构功能定位逐步落实 三级医院逐步回归宜南 危急重症救治 县级医院龙头作用进一步发挥 截至2018年底 全国县域内就诊率达到85%左右 较2017年末提升2.5% 2018年 全国84%的县级医院达到二级医院水平 22%的县级医院达到了三级医院水平 区域医疗资源进一步共享 基层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提升 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医学检验实验室 病理诊断中心和血液透析中心大幅增加 75%的医疗机构实现一连体内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基层检查 医院诊断的模式有效落地 双向转诊有序推进 患者就一流向趋于合理 全国医疗机构双向转诊患者 1938万例次 其中上转患者1235万例次 比去年同期减少15% 下转患者883万例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83% 首次出现上转减少 下转增加的变化 以往我们这些病人都愿意上大医院去看病嘛 所以都是从基层医院往上转诊的病人 每年都是在持续的增加 那么现在出现了拐点以后呢 那就说明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呢 他愿意留在基层来进行就诊 医联体是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重要组织形式 截至到2018年底 全国所有三级公立医院 都参与了医联体建设 上海崇明 江苏 镇江 深圳 罗湖 组建紧密型医联体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和区域内资源共享 浙江省长兴县分别以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院牵头 与15家乡镇卫生院 组建医疗共同体 下派业务骨干和管理人员 7000余人次 组建影像 检验 新店 远程诊疗四大中心 实现基层检查 县医院诊断 居民沈明寿患高血压 糖尿病已十多年了 最近服药疗效不理想 出现了视力模糊 肾脏功能受损等并发症 在社区做了检查 但社区医生有些拿捏不准 便与县医院进行远程会诊 目前 全国一组建 城市医疗集团1860个 现域医疗共同体3129个 面向边远贫困地区的 远程医疗协作网5682个 那么在这些医联体内 75%的医疗机构 也已经实现了检查检验结果的呼认 并且在医联体内 远程医疗基层检查 上级诊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也非常有效地推开 那么在基层的这个就诊率 也在逐步地在增加 2月28号的18点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面向社会公开招路消防员网上报名 正式结束了 全国近13万人报考 据了解 按照招路工作计划 报名结束之后 也就进入了资格初审环节 3月6号的10点之后 报名人员可以登陆 消防员招路平台查询初审的结果 随后 各省级消防人员招路工作办公室 将会组织开展 体格检查 体能测试等等环节工作 3月底4月初 按照公平公正好中选优 确保质量的原则 确定录用人员的名单 并且公事 好 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昨天晚上 2018-19赛季的CBA常规赛42轮 已经锁定常规赛的前两名的辽宁队 坐镇主场迎战上赛季总决赛的对手 浙江广沙 最终身穿总冠军版球衣的辽宁队 再次战胜了对手 取得五连胜 首节辽宁队率先发力 高时岩哈德森先后命中三分 外线火力全开 一波10比4的小高潮 直接让浙江队暂停 随后两队一时陷入胶着 首节结束 辽宁22比26落后广沙 四节辽宁逐渐展开追击 哈德森连续投中两个高难度三分球 开始了辽宁队进攻序幕 随后辽宁队打出一波10比0的小高潮 半场结束 辽宁52比44领先广沙 下半场开始 防守依然是两队的核心 第三节中段 浙江队外援开始发力 一度从落后8分变为领先4分 关键时刻 哈德森再次挺身而出 连续得分 三节结束前 刘志轩投击了一记压少3分 辽宁队领先3分 进入决战时刻 第四节 两队打得难舍难分 窒息式的防守 让两队每得一分都十分困难 浙江队更是早早的 全队五次犯规 最后三分钟 辽宁队不断冲击内线 罚球得分 决战的最后一分钟 辽宁队依靠两次成功的防守 打出了出色的反击 最终以98比93艰难战胜对手 我们问题主要出在第三阶 第三阶我们的 防对方的反击快速 包括防守强度要下降 把对方把比赛来 到最后 我们几个防守的关键的防守 最后取得比赛什么 第一时间徐媛媛崔西红报道 想必大家也看到了 昨天晚上比赛的一大亮点 就是南篮的小伙子们 换上了新球衣 这球衣大有来头啊 名副其实的总冠军球衣 代表着光荣和荣耀 大家也知道 队员们一登场 球场里那是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从本轮开始 CBA历史上的七支总冠军球队 将身穿冠军队一两项 一身黑金配色球一两项的辽宁队 刚一出场就赢得了满堂喝彩 右肩的金色五角星格外闪亮 这颗星星代表着上赛季 辽宁队的总冠军夹击 冠军球衣代表着荣耀 也代表着不断向前的动力 接下来的比赛 我们更要一场接一场地拼下来 球员们都穿上了总冠军球衣 咱们辽兰的铁杆球迷们必须同步 口号不变 爱辽兰的心不变 新穿上的总冠军球衣 更是寄托着我们对未免冠军的美好愿望 咱们上中节买的一个型 今天的整个两个型 国外论签字 我做永久的收藏 给他挂在家中 说辽兰未免成功 那格外的高兴 也是希望吧 也能给我们辽宁篮球带来好运 第一时间徐远远崔西红报道 好 接下来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来收理一下 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3月1号维系40天的2019年铁路春运圆满结束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1亿人次 首次突破4亿人次 同比增加2539.2万人次 增长6.7% 近日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再传唏嘘 我国科学家通过国际权威期刊自然杂志 上线发表了关于早期肝细胞癌蛋白质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的论文 发现了肝细胞癌精准治疗的潜在新把点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引力波探测望远镜 目前已经在西藏阿里地区建成观测舱 预计将于2020年起用 该望远镜将精确测量北天宇宙微波背景偏振天图 探测原初引力波探索宇宙起源 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 近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高分五号卫星工程载轨测试总结报告评审会 评审组听取了高分五号卫星数据产品和服务能力的报告 一致同意高分五号卫星工程载轨测试通过评审 中国气象局为高分五号卫星的主用户之一 未来高分五号卫星将有效支撑气象业务中 温室气体 衡量气体和污染气体的监测预警工作 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 为加强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科学化规范化 根据当日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我国将从明确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救援措施 计划政府应急救援措施 建立现场指挥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3月1号宣布 对破坏委内瑞拉民主的个人实施路径签证限制 其中包括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 伪方官员及其家人 接下来稍息休息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稍后你将看到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打出一片天 醉酒男子商店里闹事 女售货员一拳将其打倒 诚信贵如天 快递小哥刮掉轿车后失镜 留下纸条感动女车主 这个小孩当我跟别人说起的时候 人家都在称赞 说要给他点赞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继续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封信 亲爱的法官大人 我爱我的家 也爱我的爸爸妈妈 听到大人们说要离婚 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身体健康 希望他们都能幸福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在争吵了 这一封对家充满着深情爱意的信 是一位11岁孩子 写给审理他爸爸妈妈离婚案子的法官的 法官文彬看到孩子写给他的信 内心是深受触动 一直向这对夫妻做调解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最终这对父母 还是坚决离了婚 也许这个家庭真的是走到了破碎的边缘 无法回头 不过我们依然希望天下的父母 都能好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活 要知道孩子心中的伤 远比心纸伤的伤 要更深更痛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孩子的故事 前不久 湖南常德一处民房一楼起火了 大伙迅速蔓延到二楼的陈浩一家 在火海当中 陈浩12岁的女儿陈子墨 勇敢地保护弟弟 结果全身55%烧伤 后来不幸离世 弟弟也烧伤严重 现在陈家把网络上募集到的 多余的资金一一退还 但最担心的 还是不知道怎么把姐姐去世的消息 告诉弟弟 弟弟曾经和这姐姐是形影不离 但是现在呢 这两个人却相隔离岸 姐姐离世 弟弟还有很长的治疗周期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观观难过 但是观观过 都可以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 加油 呃 宇文老师啊 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也许呢 不是没备好第二天的课啊 也不是一个一个的检查 背诵任务 更不是被领导听课时候 那种刻意准备 而是碰见学生 交上来的这个作业 用龙飞凤舞的笔画 花里胡哨的排版啊 现代版极限狂潮 看到这样的作业 我想顿时会感觉 自己的语文功底太差了 连学生的字都无法认出来 老师可能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不识字了 来看看这网上最近特别流行的 这个作业啊 我想说孩子们 你真的是放飞自己了啊 但是这样飞的 是不是太高呢 有网友优胜一默说 这些学生是当医生的好瞄 当然是玩笑归玩笑 咱们没有对医生职业 不尊重的意思 能写一首好字啊 真的是一种才华 孩子们好好练练字吧 最近在浙江金华火车站 警察发现了一名男子 穿了一双特别奇怪的鞋 在这火车站广场上溜达 鞋子挺个性的 上面写着 一搏云天 四个字啊 特别引人注目 那警察也很注意这事 怎么穿这么奇怪的鞋子呢 这小伙子说了 自己平时呢 特别喜欢游戏啊 武侠小说什么的 喜欢讲江湖密集 这双鞋特别符合我的心意 回头率也是相当的高啊 但是正当大家对着小伙子的鞋 感兴趣为观的时候 警察凭着敏锐的直觉发现 小伙子竟然是涉嫌聚众斗殴的公安部网上逃犯 吴某 那还说什么了 拿下呀 好 说起前几年跟朋友聚众斗殴的事呢 吴某也说了 就是因为所谓的一搏云天江湖义气 经过教育呢 小伙子说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为这一搏云天四个字去干啥事 去干那些触犯法律的事了 所以呢 不管是讲法律 还是谈情怀 打架肯定是不值得的 没错 那说到了打架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外 近日呢 俄罗斯卫星网等媒体就转引报道了 最近在社交网络上受到关注的一段视频 视频当中一家商店的女售货员啊 是用拳头就制止了一名闹事的罪汉 商店的监控视频显示 一名看起来最熏熏的男子 在收银台旁一把拽住经过的顾客 不断将其撞向旁边的冰柜 行为嚣张粗暴 面对这种情况 商店的女售货员快步走向闹事男子 出拳将其打倒在地 制止了男子的闹事行为 之后女售货员走回柜台 继续接待顾客 不过监控视频显示 视频的拍摄时间疑似是在2016年 视频中有人说俄语 但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不能确认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俄罗斯 以暴制暴 看着虽然是很过眼 但同样也是十分的危险 在生活当中 如果您不幸遇到这样的事情 还是赶紧报警 并且尽可能的拖延时间来确保 自身的安全比较重要 醉酒过后 有胡作非为的 也有不分时间地点 倒头就睡的 最近在贵州星义市一名男子 醉酒后就躺在道路中央睡着了 接下来就发生了悲惨的一幕 接到报警后 星义市交警大队的民警 赶到现场看到 一辆轿车停在一路口 车头有明显的碰撞痕迹 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据了解事发当时已经是凌晨 虽然有路灯 但轿车驾驶员视线受到一定的影响 没有留意到路面的情况 这才碾压了过去 据了解 当天晚上王某与朋友吃饭时喝了不少酒 在独自回家途中 由于站立不稳便倒在道路中央 最后根据现场勘察结果 民警认定轿车驾驶员和伤者王某 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 目前王某无生命危险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开车上路可不是闹着玩呢 可是有人却偏不把这么严肃的话题当一回事 2月26号在扬州市高游 一个压根没有驾驶证的司机 也开着一辆车就上路了 一路上自然是惊险不断 他先是连撞了两辆车后是仓皇逃逸 却又在慌忙当中 跟一块石吨撞了个正着 凌晨一点多钟 路过的市民发现有车撞石吨 赶紧报了警 警方接警后迅速赶到 发现现场停着一辆轿车 车内空无一人 通过车牌号 民警锁定了肇事车的车主为王某 就在民警展开搜寻时 当天下午 车主王某带着肇事者周某 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据周某供述 当时因为跟车上的女朋友伴嘴 精力分散 操作不当 加之路面湿滑 先后雨停放在向道两侧的 两辆轿车发生碰撞 一想到自己没有驾驶证 便赶紧驾车逃逸 慌乱中又撞上了路边的石吨 目前周某已经被行政拘留 如果一旦赵氏逃逸 不仅得不到相应的赔偿 还会增加自己的违法成本 赵氏逃逸 这么没有责任感的事 咱们可千万别做 要学咱们学学好的 比如说西安的这位快递小哥 最近这位快递小哥 送快递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刮蹭了一辆别人家的车 当时车主没在现场 但是这位小哥没有逃跑 而是主动给车主 留下了联系方式 打算要赔偿人家的损失 快递小哥可能在送快递的时候 把我的车的后车镜 直接撞断了 然后后车门和后边的整个车面 给我蹭的漆也掉了 我骑着车子从这边过的时候 就是旁边又有一个小车 硬要往过去要超车 完了就是一直走走走 就把那个车给蹭走了 然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 你好 我把你的车给撞了 你过来看一下 看那个车镜子掉了 完了心里有点想着 哎呀 人家要修车的话 也得多少钱 我又给他打电话了 当他跟我在描述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雨刷器上 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纸条 不好意思 师傅 这是我的手机货 这让我感动就是 敢于承担这份责任 为他的行为买单 快递员小郑 今年刚刚18岁 才工作两个月 你一共就赔了1000块钱吗 蹭了就蹭了 跑的人很多 所以这个小孩 当我跟别人说起的时候 人家都在称赞 这样的行为 我们也得给点个赞 就是要有这样的责任感 这快递小哥真是好样的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件突发事 最近上海家店公安接到了一个房东的报警 说有一个租客把房门反锁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怎么敲门就是没有反应 而且从窗户用竹竿来捅他 他也没反应 就怀疑他是不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民警马上叫来了120 还有法医破门而入 结果 你肯定想不到 竹竿捅过了 捅住了 在里面躲 不动 台湾警察来了 哎 开门 里面不错了吗 没了 没了 刚刚刚好意公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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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啊 人没事啊 反正看完这些估计很多人都会表示说 前面神经一度紧张 后来实在是忍不住笑坏了 不知道这小哥当时是什么样的心理 你想一觉醒了之后身边全是警察 全是法医围着自己看看照相 那什么感觉 不过能睡出这样的境界 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最后还是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 作息规律一定要合理 要不然的话 你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一觉醒了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不过开个小小的玩笑 能醒过来还是挺不错的 好 接下来咱们少时休息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欢迎回来 《学习雷锋好榜样》 这首歌已经传唱了56年 这几十年雷锋精神在辽沈大地是深深扎根 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在营口市当地不断加强雷锋文化建设 用雷锋文化浸润人的心灵 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 推动学雷锋活动 社会化 常态化 《学雷锋做雷锋》不仅是营口市民的精神追求 更是一种生活习惯 营口市城探园小区 拥有多支志愿服务队伍 因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 被命名为雷锋小区 营口市劳动小学 因雷锋在营口期间多次到该校做好事 被命名为雷锋小学 学校以中华文化之根 以雷锋精神玉魂为办学理念 始终走在《学雷锋》活动的前列 在《学雷锋》体验活动中 内化雷锋精神 在交陵州弘扬雷锋精神 涌现出了一大批爱生如子 爱岗敬业的好教师 涌现出了一大批 实惊不媚热心公益的好少年 为加强雷锋文化建设 营口市先后成立 雷锋战友奖雷锋宣讲团 举办全国《学雷锋论坛》 投资录制了50集评书《雷锋》 面向全国发行 《雷锋在营口》邮政贺卡 拍摄了《雷锋在营口》系列纪录片 营口市绘画爱好者李 整盘对家都给偷走了 当时我们询问那个小偷的时候 他当时就想抵赖掉 但是我们调取了《学雷锋市场》的监控 面对根据监控 然后再反问这个嫌疑人的时候 嫌疑人最后自己交代了这个整个情况 事发当晚 一名身穿黑色外套 身材较为矮小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林先生的摊位前 趁着林先生正忙着照顾其他顾客的时候 这个男子将整盘的对家连盘端走 藏在附近的柱子下面 30多斤的对虾被偷后 摊主林先生在市场里四处寻找 小偷没发现 却找到了自己被偷的那盘对虾 想着小偷还在市场内转悠 林先生便在附近蹲守了一会儿 果然逮到了回来拿对虾的小偷 当时他本来是想回家带点海鲜过去的 但是去随上市场买的时候 那个虾比较贵 然后那个他看着随上市场管理也比较舒服 他就想去道谢这个念头 看看这视频下手多狠 一次就拿来了一大盘 不过代价也挺大 把自由都给弄丢了 不过以后再看到虾 估计他会觉得味儿都有点变了吧 挺大个人长点迹象 贪念不能有 贪吃更是不值得 为了一点口服有人不惜犯法去偷 还有人呢不顾生命危险 在高速公路上就聚起餐了 最近在GCR 护荣高速乌山段 三名男子呢 是从车内拿出过碗瓢盆 全然不顾身边高速呼啸而过的车流 愉快的就在高速路上烫起了火锅 27号下午6点多 一辆轿车在应急车道上停车 三名男子竟然从车内拿出了锅碗瓢盆 准备吃火锅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当他们赶到现场时 发现应急车道上堆满了装菜的塑料瓶和饮用水 现场一片狼藉 三名男子正围坐在瓦斯炉边 吃着热气腾腾的小火锅 三人说因为肚子饿了 就下来煮东西吃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是救援通道 更是紧急情况下的生命通道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仅是违法行为 一旦发生事故 后果将不堪设想 执法人员立即制止了三个人的无知行为 将他们带离应急车道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对他们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 给予罚款200元即6分的处罚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吃货对于美食的向往 这几个人吃火锅的地点 距离上一个服务区才5公里 各位想想5公里 这意味着什么呢 刚开出服务区就感觉饿了 或者说是馋了 被执法的时候 那男子还抱你说 你来的也太快了 我还没吃完呢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一次真的让你辜负了美食 但是不能让你辜负生命 我估计你想清楚之后 没准应该花点心思 请交警吃个饭 报答人家对你的救命之恩 好 我们继续来说健康的话题 今天是3月3号 这两个三特别像人的两只耳朵 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数最多的国家 听力残疾患者大概有2780万 为了降低耳聋发声率 控制新生龙儿数量的增长 3月3号被确定为全国爱耳日 今天是第20个全国爱耳日 今年宣传主题被确定为 关爱听力健康落实国家救援制度 镜头前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叫维维 要不是耳后佩戴着人工耳窝 我们丝毫看不出他有听力问题 据维维妈妈介绍 维维患的是先天性听力障碍 分别在2岁和6岁的时候 接受了人工耳窝手术 你今天几岁了 6岁了 你数什么的 我数龙大 幼儿是花了28万8 我们全部自费给他做的手术 然后这次赶上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是一分钱没有花 做的左耳 现在两个耳朵的听力基本是一致的 维维妈妈说的项目 就是我省关于建立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依据这项政策 省内所有7周岁以下 符合植入人工耳窝的听障患儿 都可以享受最高10万元的人工耳窝设备补助 以及2万多元的手术和康复补助 患儿家属可以到各级残联 或定点医院咨询和申请 争取让孩子尽早接受手术 以免影响他的语言能力 对于新生儿 家长很难通过日常行为 发现他的听力是否正常 因此我国对所有新生儿实施免费听力筛查 做了你就能早发现 所以你家长就免去了很多麻烦呢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诊断了 但是有一些疾病确实是他出生以后 当时是好的 以后渐渐又不好 这个也有 所以家长来说 你这个常识还是需要有的 比如你孩子的反应能力怎么样 有声音他没有反应 特别有大的声音 知不知道惊醒 另外说话是不是晚呢 记者洪亮刘超报道 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和诊断呢 在控制先天性听力障碍的三级预防当中 是属于第三级 相当于最后一关 很多耳聋呢 是遗传的 而且听力正常的人群当中 也会有5%左右携带有智聋的隐性基因 也可能会生下有听力障碍的孩子 所以呢 准父母们 如果能在孕前和产前 积极进行基因筛查和诊断的话 做好一二级预防 那么有4成以上的先天性龙儿是可以避免的 镜头里这个女孩叫可欣 她的父母和家族里的长辈 听力都很正常 可只有她患有先天性听力障碍 一岁多的时候呢 我弟弟带他玩 就是在身后喊的 喊的号一声也没有反应 那时候我就领他上那个儿童医院去检查了 就是先天性的那儿发育不全 据统计 我国每年新增听力障碍儿童2到3万人 其中多数先天性龙儿来自父母听力正常的家庭 那么在我们正常听力的人群当中呢 大约有5%到6%的人都携带这种智龙基因 如果夫妇都同样携带了同一个基因的话 那么他可能有25%的几率生于这种龙孩子 如果夫妻双方携带相同的智龙基因 同时一方或者双方患有听力障碍 那么生出龙儿的几率就会上升到50%甚至百分之百 作为控制先天性耳聋的一二级预防 孕前和孕期对夫妻和胎儿进行智龙基因筛查和诊断 可以预测未来龙儿的发生风险有多大 少处遗传性耳聋患儿出生时听力正常 但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受感染药物外力撞击噪音等因素影响 会比正常孩子更容易发生耳聋 因此耳聋基因筛查也适用于新生儿 一旦发现智龙基因就需要进行定期检查 同时避免相关的智龙诱因 记者洪亮刘超报道 稍事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继续关注 好 接下来进入周末生活秀 看一下今天观众朋友发来了哪些生活当中的幸福点滴 3月1号是丹东东港观众林鹏的小女儿班林希的生日 在这里她想说 你的生命中有一束光 希望能够照亮你前行的路 即使没有五彩斑斓 也希望你能够坦荡善良 祝愿自己家的小宝贝班林希生日快乐 和姐姐林希瑶一起健康成长 大石桥的观众雨夜说了 春节回到沈阳和家人团聚 姐妹几个每年都在父母家中一起过大年 二十多口人四十同堂 其乐融融 相聚的时刻很幸福也很留恋 好 再来观众一下本夕的观众小飞发来的图片 她说今年过年刚刚赶上姥姥的八十大寿 全家都去给姥姥拜寿热着闹闹的 在这里也祝愿姥姥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还有观众鸾青伟 她说妈妈今年七十二岁了 来看一下是不是特别上镜呢 嗯 状态不错 她说妈妈大半辈子都被家里操心受累 在这里也祝福妈妈永远健康开心 妈妈脸上的笑容就是全家人的幸福 照片定格精彩瞬间 视频可以记录日常幸福 观众大家可以就是参与我们的周末生活秀 写下祝福的话 还有自己的心理的感悟都可以 当然了新老照片我们也同样欢迎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第一时间的公众号 发送生活秀加上图片 还有自己想说的话 或者是把这个图片文字 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信箱当中也可以 所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接下来温故之心说谷论今 昨天主讲人王磊老师 带大家穿越到了唐朝 去见识了长安的夜生活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大开脑洞 如果一旦你爱上了这个潮台 打算久留片刻 当代的你能否适应那个时代的生活呢 如果穿越到唐朝 你所学的专业 会让你有用武之地吗 如果穿越到唐朝 你现在所学的专业可以干什么 这个话题比较开脑洞 那王老师就拿自己举例子好了 你说我作为一个历史老师 我觉得万一真穿越了 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你想一个历史老师嘛 就算是不能知道每一个历史事件 也基本能记住那些历史的走势 至少能记住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胜利者都是谁 所以如果我穿越回唐代 就完全可以用我的专业知识去抱大腿 要是出唐就去抱太宗的大腿 要是圣唐就去抱唐玄宗的大腿 至于中万万唐之后 朝局实在太险恶 咱能不去还是不去了 再比如说 如果你是个学美术的 回到唐代也是个非常好混的 前提是你学的得是国画 你要是学西方油画 那就费点劲了 因为中国画一向讲究写意 中国人对于写实为主的西方油画风格 应该是欣赏不来 比如说 唐代大画家严厉本 对绘画和建筑都很擅长 同时也是朝廷重臣 做过公布上书 代表作《不碾图》和《历代帝王图》 再比如 中国美术史上的《吴代当风曹一出水》 是指北齐的画家曹仲达和唐代的画家吴道子 开创的两种一文绘画的风格 这两种风格都属于宗教美术的范畴 一种笔法刚进仇叠 所画的人物衣衫紧贴在身上 就好比是从水中钢出的一般 一种笔法圆润飘逸 所惠的人物一代宛若迎风飘逸之姿 也不一定非得是学文的 你说要是学化学的也是可以在古代混一混的 比如说古代的帝王都喜欢炼丹求昌生 拿来炼丹的材料无非就是金银千拱锡珠砂硫磺什么的 你看这就是化学专业学的范畴 没事弄点什么化学反应出来 搞个炼金术什么的 也能糊弄皇帝一段 不过这个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你看秦始皇当年 就是被这群炼丹的术士给呼的够呛 才搞出了一个焚书坑乳 当然这都是玩笑话 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 活在当下就是最幸福的事 最近在山东围坊一对男女到饭店吃饭 服务员按照他们的要求 将他们带到一个小院落里 谁知道这对男女吃了半个小时之后 竟然趁着服务员不注意拔腿求饱 就以百米冲刺一样 最后服务员只能够自认倒霉 帮他们结了账 服务员刚进房间 他列马就站起来了 然后他就东张西望就跑了 出来了 还是跑 就是他俩 就他俩 他俩要求单独去外园 突然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工作当中 服务员就打过电话来说 你看到那个1016的客人了没 我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客人去哪里了 我就翻监控了 前后吃了大约35分钟左右吧 那个男的呢看到我们的服务员 进了这个包件以后 就后脚他就迅速的离开了 出门以后就跟百米冲刺一样迅速的跑 起码是99%是故意的 他首先是观察服务员 观察我们院落 因为他之前应该是来过就餐 总共消费才126块钱 服务员呢当时说 这算我倒霉呗 他就把客人那个吃的那一桌菜给结账了 太不讲究了 你说就126块钱至于吗 还跑这么快 我估计下次你要吃个1200的自助餐 没准能把实际记录都破了 还有就是我特别想不通 你说凭什么服务员赔钱呢 你说服务员没错 的确是做服务行业的 但是你要想抓人的话 那不是服务员的责任 那是保安对不对 如果老板也这么在乎这点钱的话 我估计跟霸完仓的境界相比 其实也没高到哪去 做买卖咱们能不能涨一点 丢了不讲究的顾客只是小事 但是你要丢了人心 那才亏大了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稍时休息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如何记录孩子的成长 美国女摄影师用披萨为小儿子摆拍 以此纪念她从出生到一周岁里的变化 在这组照片中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 摆在一旁的披萨数量也在增加 发现了吗 这是一位喜欢吃披萨 并且热爱生活更爱儿子的妈妈 最近美国人阿什利刚刚收到的快递包裹 在家门口被偷了 当她打开监控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 这俩小偷还是团伙做的案 没错小偷就是邻居家的两只宠物狗 当快递到来时他们对这个包裹非常感兴趣 还争抢了一阵才将包裹偷走 难道这里面是狗粮吗 眼泪妆晒伤妆雀斑 有勇气试一下吗 尽管欣赏不来 但是也不能够阻止这种奇特的眼泪妆 出现在某品牌2019秋冬系列的秀场上 不过您别说 但有几分暗黑眉的模特 画上这样的眼泪妆 倒是有了几分悲天悯人的美感 晒伤妆是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王妃就是答案 不过这雀斑妆为啥能流行 也许是反映了人们的审美 开始更加注重天然感 看绝了网红脸略带小缺陷 天然去雕式的自然感 终将回归主流审美 近日网上疯传一个 新发现新体验2019 想要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北斗新闻的客户端 嗯 节目的最后呢 一起来欣赏一下毛不易的新科丁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子涵 我是方亮 第一时间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